洛阳,这座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城市,因其牡丹鲜艳夺目而玉满全球。 每到春天,无数游客慕名而来,只为一睹洛阳牡丹冠绝天下的风采。 今天,请跟着乐乐的步伐,一起探访洛阳几个赏牡丹的绝佳去处吧。 中国国花园,作为牡丹的专题展示员,这里汇聚数百种牡丹,各式色彩,静香开放,是赏花的首选地。 国际牡丹园,独具国际视野的牡丹园,集纳世界各地的牡丹佳品,为游客展现一个牡丹的世界盛会。 王城公园,不仅是欣赏牡丹的绝佳地点,更是一处蕴含丰富历史的遗迹公园,古今交融的视觉盛宴。 国家牡丹园,国内外享有盛名的牡丹品种,再次展出,是洛阳牡丹文化的重要窗口。 神州牡丹园,聚集了众多珍稀的牡丹品种,游客在此可以近距离体味牡丹的高贵与娇艳。 隋唐城遗址植物园,遗址之中浓厚的历史韵味与牡丹花的娇艳美丽相得一张,是探索文化与自然的不二选择。 这几大赏牡丹圣地,既展示了洛阳牡丹的多姿多彩,也体现了洛阳深厚的文化底蕴。 无论是赏花,游历古迹,还是探求文化,洛阳的牡丹花节都将给您留下难忘的回忆。 新来的看官,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我们每周都会更新。 欢迎订阅以及分享给您感兴趣的朋友,以免错过精彩视频。 感谢您的支持,在中国国花园,公主入口迎来访者的是一片气势磅礴的古建筑群。 这些建筑的俄基布装饰,以栩栩如生的牡丹和凤凰彩绘,富丽堂皇的象征富贵与吉祥, 与洛阳的龙门石窟,白马寺及著名的洛阳唐三彩相得一张。 而西入口则展示了现代与传统的完美结合,一座重达60余吨的钢板构成的孔雀和牡丹雕塑, 形成了一座象征有益的拱桥,代表着以花为美,广交朋友的深远意义。 紫根牡丹广场的命名源于一段仙境般的传说, 天界的牡丹仙子降临人间,在洛阳翠云峰绘制了一百种牡丹。 而特别的紫根牡丹,就是由这位仙子亲手栽培的百种牡丹中的杰出代表, 洛阳人特地将每年的8月15,定为纪念牡丹仙子的生日。 葛金玉板广场则诉说了常大用的传奇, 他爱上了滋涩动人的葛金,以及他们那段不可思议的情缘。 当揭晓两人真实身份的诗词被大用误解时, 葛金与玉板在愤怒与后悔中化身为牡丹, 给人间留下了永远的纪念。 火炼金丹广场则承载了一段太上老君的金丹神话, 金丹变成了三颗鲜艳夺目的火红牡丹,因而得名。 《秋玉仙广场》是对秋玉爱花情深而得仙相助的美丽传说的延绵。 当恶霸破坏了他辛勤培育的牡丹园,牡丹仙子下凡救助他, 使得园中的牡丹花绽放得比以往更为绚烂夺目。 二乔廷与飞燕红庄广场则以其独特的牡丹色泽震撼人心, 被赞为天公巧夺,而当代诗人张民和古代诗人李白在其作品中都对这份美丽赋予了诗意的赞颂, 杨贵妃的《五匹之美》也与这花相得一张。 欧阳修碑广场则纪念了宋代文学家欧阳修的洛阳牡丹界, 洛阳牡丹自此被誉为天下第一。 而白居易碑广场则是对唐代诗人白居易的敬仰, 他描述的牡丹之美让洛阳成疯狂, 真实反映了洛阳牡丹的鼎盛时期。 金牡丹台讲述了一段古老的财富传说, 金牡丹象征着财富与健康。 欧之乡辉映的是花长异乡广场, 这里展示了诗人们如何以牡丹为题, 作诗书画, 抒发情感, 洛阳牡丹诗文由此发展壮大。 最后, 眼秀湖和无名山将精神的寄托与自然的美丽结合得天衣无缝。 这里草木荣枯, 水波炼艳, 尽显水山之魅, 恰如李白诗中描绘的, 虽非庐山瀑布之壮阔, 却同样有着激荡人心的风姿。 在这片古今交融的土地上, 中国国花园以其丰富的文化底蕴与各式景观, 讲述着一幕幕永恒的故事, 令人流连忘返。 在眼秀湖与无名山之间, 洛阳牡丹的故事延续着。 这片水域占地约30亩, 丹河廊上呈天光, 波光淋淋的湖面彰显着水的柔情, 而石岸蜿蜒曲折, 草婆清丸起伏, 点缀其间的植物给空间增添了一抹生机。 甲山显现出无穷变化, 它的石洞蜿蜒绕, 总是引得人心向往, 仿佛每一处都有故事在低语。 水与山, 像是自然界搭配的绝佳伴侣。 山在灵听水的款款低语, 水在反衬山的静谧高远。 正如古人所说, 山以水为血脉, 其止于生动, 谁以山为颜面, 又怎会仅限于面目。 此处的水铺, 虽无庐山之雄伟, 但却有着别样的美, 如诗如画, 流淌着生命的活力与艺术的灵动。 山不必拔地而起, 只要拥有瀑布这涌动的生命之权, 就已足够。 它们让这座假山生动起来, 为这个优岁的花园, 增添了一份动人的生机与韵味。 如此, 眼秀湖和无名山, 成了中国国花园叙事的闭合括号, 锦上添花。 这里不仅是一处欣赏牡丹的地方, 更是一段段传说与历史的沉淀所在, 是人, 自然与文化的和谐交融。 它们共同谱写了一个关于美, 关于爱, 关于悠久传统与不惜生命的乐章。 在这里, 每一位游客都将感受到, 除了牡丹之外, 更多的是一场文化的盛宴和心灵的触动。 国际牡丹园 国际牡丹园是中原地区最大的碗花牡丹园和中外牡丹精品园。 牡丹园总面积达380多亩, 以飞升海内外的洛阳牡丹精品为中心, 汇聚了680多个中外牡丹名优品种和330多个韶药品种, 品种总数超过1000个。 这里集赏花, 科研, 生产, 休闲于一体, 以品种优, 碗花多, 花期长, 景观好而闻名。 明花大道是牡丹园的东西主干道, 因变质牡丹名品而得名。 它由15个花坛组成, 东西两端各有三个长方形花坛, 中间是著名的九色牡丹图。 原新大花坛种植着黄牡丹品种海黄, 围绕着它的八个扇形花坛, 分别种植红, 白, 粉, 蓝, 黑, 绿, 紫, 複色等八个色系的品种, 每个花坛只种一个色系, 构成了洛阳市目前面积最大, 品种最佳的九色牡丹图。 在互联网各地图上, 九色牡丹图的图片清晰可见。 在自然条件下, 由于花期早晚不同, 九色铜线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二至三天, 非常难得。 采取合理的技术措施, 岩池附色品种导锦的开花时间, 称为延长九色铜线时间的关键。 花夏园, 明花大道南侧, 以洛阳牡丹栽培历史及演化为纵线, 以国内牡丹分布区域为横线, 集中展示了中国牡丹1500多年的历史演化过程。 主要景点包括荷包牡丹区花王广场古西牡丹二十品野生牡丹花形演变蓝绣亭四大牡丹品种群等。 荷包牡丹区位于华夏园的一角, 成片的荷包牡丹盛开在这里。 荷包牡丹开花早, 花期长, 深受游客特别是摄影爱好者的推崇。 荷包牡丹这个名字源于奇花如荷包, 叶似牡丹叶。 而英文俗名之一滴血的心, Bleeding Heart, 也是因其花形形似心脏。 荷包牡丹的根可作为解毒活血阵痛药, 内肤可用于治疗筋疮、疮毒、胃痛, 外肤可用于治疗跌打肿痛。 荷包牡丹, 又名荷包花, 蒲包花, 兔儿牡丹, 鱼儿牡丹, 灵草, 灵芯草, 鹰落牡丹, 土当归, 活血草, 是鹰素科荷包牡丹亚科, 也有资料介绍, 荷包牡丹是荷包牡丹科荷包牡丹鼠, 的多年生草本植物, 原产于中国北部, 花多为桃红色与白色的肤色花。 荷包牡丹, 花形玲珑可爱, 花色艳丽多彩, 叶丛错落美观, 是温带地区很受欢迎的观赏植物, 可用来布置花茎和花坛, 同时也是很好的切花材料。 花王广场, 在大家都知道牡丹为百花之王的同时, 摇黄被尊为牡丹之花王, 有王中之王的美誉, 位子被尊为花后。 花王广场, 有三个形状不同的小花坛, 分别栽植着花王摇黄, 花后卫花, 以及黑牡丹烟龙子, 冠世墨玉, 负色品种二乔, 绿色品种豆绿等。 古希牡丹二食品位于华夏园的中部, 所谓古希牡丹二食品, 经考证, 有二十多个牡丹品种都是有悠久历史的名贵品种, 距今已有千年而长盛不衰。 花形演变区在华夏园文化广场的西侧, 牡丹花形从野生的丹瓣逐渐演化到半种瓣, 重瓣, 从丹花音瓣化到台阁花的演化, 展现了大自然神奇的魔力与人类精彩的创造。 为了便于欣赏与研究, 对牡丹的花形进行了分类。 有简单的分法, 只有三类, 如单瓣, 半种瓣, 重瓣, 有的分为八种, 十种, 也有十六种花形的分法。 目前, 十种花形分法比较常用, 它是十六种花形分法的简化版, 如单瓣形, 荷花形, 墙微形, 菊花形, 金环形, 托柜形, 皇冠形, 绣绣形, 千层台阁形, 楼子台阁形等十种。 花形演变区, 牡丹从单瓣, 半种瓣, 重瓣的千年演变, 使你一目了然, 这既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功的杰作, 又是古代人民智慧与聪明的结晶。 万芳园是牡丹园的核心区域, 主要包括自动化遮阳棚与寒牡丹区。 自动化遮阳棚区栽培牡丹6600多株, 面积达5000多平方米, 是目前国内最大的自动化研花措施。 牡丹性耐阴, 适当遮阴, 有利于牡丹的生长发育, 也可延迟开花, 延长花期。 轻轻按动控制器, 大约20分钟遮阳往缓缓合上, 既可以延长赏花期, 又能为游客提供舒适的赏花氛围。 需要光照时, 在暗动控制器遮阳棚又慢慢打开。 寒牡丹区位于万芳园内, 自动化遮阳棚区西侧占地2000多平米。 这是牡丹园的著名景区之一, 也是国内最大的寒牡丹名品集聚区。 这里既有传统的寒牡丹品种, 也有近些年来牡丹园新培育的寒牡丹新品种新品系。 寒牡丹春季开一次花, 深秋初冬再开一次花。 特别是初冬, 牡丹花顶着凛冽的寒风, 冒着重霜或白雪, 盛开在牡丹之头, 或红, 或粉, 或白, 使人肃然起敬。 锦绣园位于牡丹园的西北部, 东为万芳园, 南为九色园。 这里既有代表中国的洛阳牡丹, 又有来自东营日本的牡丹, 还有来自欧洲法国的金阁, 来自美国的海黄。 牡丹原产中国, 后传入日本、 欧洲、 美洲等, 回到故乡的海龟花, 更大、 更严。 最出彩的是千株十锦牡丹, 是牡丹花会最佳的景点之一。 王城公园 王城公园, 始建于1955年, 位于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中州中路, 因坐落于东周王城遗址之上而得名, 是一座集牡丹观赏与历史文化, 人文园林与自然园林为一体的现代综合性公园。 公园占地面积37.5公顷, 园内分为牡丹观赏区、 历史文化区、 大型游乐区和动物园四大景区, 形成了牡丹征宴、 周鼎雄聚、 丹香迎宾、 亮丝飞铺、 河图洛书、 凤雀银骨、 月台中生、 甘唐洲等特色鲜明的王城景观。 丹阁迎宾, 丹香楼、丹楼是王城公园主要景观之一, 建筑面积800多平方米, 由42根立柱支撑, 三层仿古建筑是洛阳市较高, 装饰较为华美的仿古建筑。 整个建筑雕梁画洞, 造型精巧, 飞檐斗拱, 气势恢弘, 语言内庭、 台、楼、 谢等园林景观融为一体。 丹香楼是王城八大景之一, 楼阁周围以规则几何图形组成的大型牡丹坛, 内有摇黄、卫子、豆绿、 蓝田玉等名贵牡丹八十三种, 一千八百多株, 与陈香楼相应生辉。 河图落书碑 河图落书是根据河出图, 落出书的传说, 由雕塑家宫殿先生创作而成。 相传远古时期, 黄河中出现一头马头龙身的神兽, 龙马, 龙马背负河图, 福西市根据河图推演了八卦。 大宇在智里落水时, 见到一只神龟, 背负玉板, 上课落书。 大宇从落书中悟出治理天下的九类大法, 制服了洪水, 化天下为九州。 河图落书是传说中的中华民族较早的历史文献, 是中华民族祖先心灵思维的高成就。 河图少落书碑四角树立的龙、 凤、 熊、 羊, 是中国古代民族的图腾演化而来, 寓意阎皇子孙忠实地守护着华夏文明。 河图落书碑, 具有深刻的内涵和别具匠心的独特设计, 是王城公园经典景观之一。 乐台终生, 熊乐台是王城公园西州文化区的主体建筑, 是根据周代筑期台线, 美其宫的风格建造的。 熊乐台的底部东, 西, 南三面墙上镶嵌的黑色线刻画, 反映了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1年间发生的 与洛阳有关的三十余个历史事件称为故事墙。 熊乐台上部为周代纪念性建筑四阿重屋, 室内陈设边钟, 边庆等乐器定时演奏韶乐, 整个建筑巍峨壮观, 具有浓厚仙琴风韵。 乐台终生是王城公园经典景观之一。 量四飞魄, 凤湖湖面约1万平方米, 湖岸微移曲折, 垂柳依依, 湖水波光淋漓, 取桥起伏贯穿两岸, 凤湖北岸, 垂石成山, 绝壁雾起, 明曰见西。 封顶清泉飞铺, 恰似高山阔水, 气度非凡。 西岸柱一小型庭院是房谷建筑, 量丝远, 于北岸瀑布形成量丝飞铺的壮丽景观。 周顶雄居, 雄斗定顶地, 市聚万国尊。 雄居公园正门内高台上的仿同周顶, 高4.7米, 长方斗形, 口径长3.9米, 宽3.08米。 四面腹部和腿上均有云雷纹铺底, 滔铁纹市面, 四角和美面正中共有十二只飞缩。 滔铁纹大眼粗眉, 两侧各有一道利奎纹, 花式突骨, 高大雄伟, 金光灿烂。 周顶雄居为王城八景之一, 凤雀硬购, 洛阳宫雀玉琢鹅, 千古荣华竹士波。 周文化区入口, 耸立一对风妖形建筑, 雀, 雀基础以上3.9乘以3.3米, 岩口5.2乘以4.4米, 高8.25米, 用420立方米轻拾七成。 岩下有逼真的斗拱, 船, 方, 岩上有几, 文, 四周有棉客房古书。 具有浓厚的仙琴风格, 古朴典雅, 雄伟挺拔, 体现了洛阳史上丹确硬购式王城八景之一。 牡丹观赏区, 牡丹观赏区主要由洛阳牡丹园, 紫斑牡丹园, 精品牡丹园三大园组成, 国色牡丹, 万花一京, 园内共有牡丹品种840多个, 十万余珠。 位于园内中心地段, 共分六个观赏点, 即牡丹仙子坛, 午后赏花坛, 牡丹阁, 紫斑牡丹园, 珍品牡丹, 珍品牡丹园, 及桥北牡丹园, 共计占地五万平方米, 拥有牡丹五万余珠, 680个品种。 王城公园牡丹观赏区, 汇集了中外牡丹的名优品种, 有黑, 粉, 红, 紫, 白, 蓝, 绿, 肤色, 各色牡丹争其斗艳。 著名品种如摇黄, 卫紫, 豆绿, 烟蓉子, 二桥, 洛阳红, 赵粉, 葛金子等, 是洛阳市历届牡丹花会的主会场和赏花中心。 牡丹文化区共立碑文一百多幅, 将历史上文豪默课, 党和国家领导人等闲人哲试, 赞颂牡丹的名诗绝句, 题字题字, 捐刻于壁, 陈列于近五百米的长廊。 动物园, 王城动物园位于公园建河桥北, 占地210亩, 即野生动物保护, 观赏, 训养繁殖, 科普教育为一体, 是洛阳市野生动物救助, 保护教育, 青少年科普教育中心, 在全国地市级动物园中名列前茅, 华南虎的圈养繁殖和人工育幼, 更是文明全国。 大象馆, 长颈鹿馆, 犀牛河马馆的建立, 使动物园的建设有了较大的跨越。 目前, 王城动物园共饲养有国家一级, 保护动物华南虎, 东北虎, 白虎, 金钱豹, 非洲象, 天鹿, 山肖, 沸沸, 黑猩猩, 环尾狐猴, 黑冠, 迷鹿17种189头, 只, 二级保护动物, 犀牛, 河马, 黑熊, 横河猴, 松鼠猴, 白蹄狐, 白枕鹤等46种426头, 只, 以及重点保护动物长颈鹿, 斑马, 袋鼠, 孔雀, 牡丹鹰五等40种1400余只, 共有存蓝动物103种2000余头, 只, 国家牡丹园, 国家牡丹园又名洛阳市中心苗圃, 中国洛阳国家牡丹基因库, 是中国牡丹栽培繁衍的主要故地之一, 又称牡丹故土, 这里气候土壤条件优越, 非常适宜牡丹生长, 牡丹花朵硕大, 色泽艳丽, 香气浓郁, 花期长, 素有洛阳地脉花醉仪, 牡丹尤为天下奇的美誉, 目前, 园内搜集国内外优质牡丹1000余种, 是洛阳拥有丹珠最高, 花朵最大的牡丹观赏源, 此外, 在南院有颗高达三米, 有1600年历史的千年牡丹王, 这里气候土壤条件较好, 非常适宜牡丹生长, 牡丹花朵硕大, 色泽艳丽, 香气浓郁, 花期长, 素有洛阳地脉花醉仪, 牡丹尤为天下奇的美誉, 中国园内建有古色古香的亭械楼阁, 绿荫长廊, 各类雕塑石鱼座, 人工瀑布, 小溪为该园增添了动态之美, 牡丹文化石刻长廊, 牡丹名画欣赏, 牡丹骑石等等, 涵盖了牡丹的起源, 兴衰发展的历史, 神州牡丹园, 洛阳石大赏牡丹好去处之一的神州牡丹园, 位于在白马寺对面, 文化气息浓厚, 占地面积600亩, 牡丹园里有很多唐峰建筑, 分为五大景区, 牡丹文化区, 高科技四季牡丹展示区, 牡丹休闲区, 牡丹观赏区, 商品牡丹综合区, 中国园内目前主要收集了国内外名优牡丹品种1021个, 50余万株, 还有数亿万年天然形成的牡丹石和300多年树林的牡丹王, 以及世界上最长的百米国粹长廊, 唐三彩牡丹壁画, 在国运阁内陈列着欧阳修汉白与雕像, 这些非常难得一见, 牡丹文化区, 圣唐建筑的牡丹文化区, 向您系统展示了牡丹千年发展的辉煌历程, 及洛阳牡丹甲天下的历史渊源, 高科技四季牡丹展示区, 高科技四季牡丹展示区, 天天盛开的四季牡丹, 使一代女皇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牡丹休闲区, 古典山水园林的牡丹休闲区和庞大唐庄演员, 员工一体化的演出, 遥相呼应, 仿佛半年穿越了千年的历史时空, 又回到了花开石节洞京城的盛唐时代。 牡丹观赏区, 千字百态, 万字千红的牡丹观赏区, 使您真正的领略到花如海, 人如潮, 天下真花独牡丹那壮丽的花王风采, 商品牡丹综合区 商品牡丹综合区可使您在赏花之余, 轻松地选购各种牡丹盆景和牡丹工艺品, 把富贵吉祥带给亲人和朋友。 隋唐城遗址植物园 位于洛阳这座古老城市中的隋唐城遗址植物园内, 牡丹区是它的一大亮点。 洛阳作为牡丹之都, 在这里的牡丹种类繁多, 颜色丰富, 每当春风拂过, 无数牡丹争艳斗笠, 构成了一幅幅动人的自然画卷。 牡丹区内种植着上百种牡丹, 从传统的国色天香到珍稀的金丝灌顶牡丹, 仙桃等每一朵都尽显雍龙华贵。 漫步在牡丹花的海洋中, 它们的香气和色彩混合着春天的暖阳, 让人仿佛置身于一部古色古香的长卷之中。 这里的牡丹花不仅仅是观赏植物, 更象征着国家的繁荣和人民的幸福。 与牡丹区相应城去的野区水景园, 水景园位于植物园西北角, 占地约96000多平米, 水域面积32000多平米, 南面, 东面是大面积的树林坠花草地。 主要表现水生植物的生态特点和自然野区。 全园种植桥灌木64种, 地备植物14种, 收集水生植物105种, 主要以税帘科、 鸟科、 水别科、 黑三棱科、 泽泻科、 缩草科、 天南星科、 香蒲科等水生植物为主, 其中荷花品种93种, 税帘品种11种。 夏秋之际, 荷花风姿绰约, 税帘楚楚动人, 加上各种浮水水生花卉, 形成水景园的观景重点。 园内以一条明渠作为主线, 积水成潭, 节流成铺, 环水成舟, 跨水柱桥, 两岸多成自然是缓坡, 延伸入水状。 当岸上盛开绚丽多彩的野花组合时, 水生植物与之相互衬托对比, 呈现出丰富的景观层次和深邃的山野意境。 它们在水面上交织成一幅生动的图画, 为游客呈现了一个静谜而清新的自然空间。 春天, 睡帘静静绽放, 夏日, 荷花静香开放, 散发着淡淡的响起。 秋天来临, 芦苇随风清白, 冬季虽冷, 依然可以见到那些生命力旺盛的水生植物英姿。 水生植物不止美化的园区, 更为许多小动物提供了栖息之地, 营造了一个生态多样性的环境。 无许是在牡丹的花海中徜徉, 还是在水生植物区品味静谜, 随唐城遗址植物园都能带给您双重的美感享受。 牡丹的华贵与水生植物的清新在此和谐共存, 让人不仅能触摸到自然的美, 也能感受到洛阳历史文化的深沉底蕴。 这是一个让人心旷神疑的地方, 每个角落都诉说着古今的故事, 让每一位到此的游客都能收获满满的历史与自然之美。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 欢迎订阅以及分享给您的朋友。 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